所以我經常說你學功夫 學什麼都好 就是從小時候開始教 我們不是學習馬那些學 是學怎樣捱打 譬如小時候學對方手道 對方手道也要跟人抽 對方手道兩分鐘三分鐘 第一次 原來你平時這麼傻氣 對 後來才不斷去練習 我不要說你可以跟人抽 找個傻子站著讓你打一分鐘 任你打 他不能還拖 你也累了 你也喘氣 很辛苦 有一次 我有兩個年輕人不打拖 我說你一隻抽 那時候我也是十六、七歲 我說一分鐘一隻抽 抽了十幾二十秒已經在兩個那裡 算了氣 我說你不要打吧 接著打了三十幾秒就這樣 是很累的 很累的 譬如你打的教練就你 當然 他把你打的 當然 他把他打的 他打的就很厲害 其實是他打的 當然 你要打的才是八百 大沙包打沙包是最老法的 以前我們在這裏 我不好沒有 但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一定的 平衡了 如果現在你沒有練習 去打人 打完人就很糟糕了 你打這位置 你有沒有練習去打人 自己都白了 這個位置打到 不是應該打不到這位置 是啊 很糟糕的 一個不小心到 你正在學習他們 怎麼了? 被人打? 不是 打完人就糟糕了 你沒辦法 你真的要練習的